首先來關心的是大陸跟巴基斯坦等國不滿 印度要把這個G20的觀光會議辦在喀什米爾 因為大陸跟巴基斯坦都說 他們擁有這個地方的掌控權 大陸更是揚言不出席了 而印度的人口日前超越了大陸 成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 澳洲看好未來的影響力 所以階級的拉攏印度 印度的總理莫迪也訪問了澳洲 澳洲是盛大的迎接 似乎是想要強化彼此同盟的關係 來抗衡中國大陸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 高舉黑旗大批民眾走上街頭 反對印度政府將G20觀光會議辦在喀什米爾 就連巴基斯坦外長也跳出來譴責 2019年印度政府 勃多喀什米爾的半自治地區 將它劃分為兩個區塊 試圖將喀什米爾納入印度政府掌控 這讓巴基斯坦和中國大陸很不滿 因為他們都聲稱擁有這塊領土的掌控權 中方堅決反對在領土爭議地區 舉辦任何形式的G20會議 也不會出席這種會議 北京政府還堅決表示將不出席 在喀什米爾這個爭議地 所舉辦的G20觀光會議 更有前喀什米爾官員痛批 印度總理莫迪所屬的執政黨 就是在利用G20會議幫自己宣傳 對此印度官員反駁 表示印度有權在該國裡的任何地點 舉辦G20會議 還說喀什米爾是印度最適合舉辦觀光會議的地點 然而與此同時 印度總理莫迪正在澳洲訪問 還受到熱烈歡迎 向現場觀眾揮手 莫迪與澳洲總理埃巴尼斯一同現身 在雪梨奧林匹克公園的運動場 接受2萬名粉絲歡迎 埃巴尼斯還誇讚 美國搖滾歌手的人氣都沒有莫迪來得高 由於印度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 外界認為澳洲政府之所以積極向印度示好 就是看準印度的軍事實力 外交和經濟影響力日益增長 有望與中國大陸抗衡 而印度不光是以澳洲走得近 也積極拉搂南太平洋島國 莫迪最近更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 造訪南太平洋島國 巴布亞紐吉內亞的印度總理 外界分析 面對中國大陸積極在南太平洋壯大勢力 印度對此感到警戒 交聯手南太平洋島國合力推動經濟發展 試圖與北京政府抗衡 這里看做報導 好 另外一方面是大陸解放軍海軍 自主研製的新型導彈驅逐艦戰將艦 22號抵達了馬來西亞蘭卡威的海域 要參加第16屆蘭卡威國際海事航空戰 要展現的是他們的海軍實力 在這個疫情趨緩之後 大陸解放軍積極的參加世界各地的 防務戰大秀軍事激熱 殲-10C戰機整齊化衣 拖著五彩斑斓的尾煙 藍天上畫下一道又一道彩虹 大陸空軍八一飛行表演隊 在馬來西亞蘭卡威機場上 成為名副其實的彩虹製造機 第16屆蘭卡威國際海事和航空展 在馬來西亞蘭卡威機場開幕 中國空軍八一飛行表演隊 漩舞藍天 被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 進行了首場飛行表演 疫情趨緩後 解放軍海空軍積極參加國際防務展 蘭卡威航展是東南亞地區規模 最大的航空及船艦 綜合型防務展 這次解放軍除了有八一飛行表演隊 還派出戰江艦共襄盛舉 中國海軍戰江艦 駛入馬來西亞蘭卡威附近海域 與前來迎接的馬來西亞海軍艦艇會合 戰江艦是中國大陸 自主研製的新型導彈驅逐艦 航渡期間先後組織分區列隊 洽水道航行 外視禮儀培訓等針對性訓練 相關艦員還進行了中國傳統武師 和水兵太極拳訓練 為參展做好準備 藉助本次參展機會 我們希望加強與參展國海軍部隊的 不同交流 增進與相關國家的相互了解 五月初解放軍還參加了 睽違四年的亞洲國際海事展 解放軍海軍導彈護衛艦御林艦 以及劣掃雷艦赤壁艦兜赴新加坡參展 並與新加坡海軍開展中心合作 2023海上聯合演習 在艦艇開放期間 我們舉辦了甲板招待會 組織了太極拳 武術等傳統文化展示 中心兩國海軍也共同完成反水雷 引導通過海上補給站位 艦炮實彈演習 聯合搜救與醫療後送等科目演練 成果豐碩 2月時 阿布達比國際海防展上 則是派出解放軍海軍南寧艦參加 我們一進港口就看到了 這艘巨大的中國軍艦 我們登上了軍艦 看到了很多先進的設備 解放軍在疫情趨緩後 積極在全球各地參加防務展 大授軍事實力 記者離境綜合報導 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在G7的閉幕記者會當中 準備離席的時候 有好多記者想要繼續的提問 那岸田就沒有理會 然後記者就嗆說 嗆瞎說 你想要逃跑嗎 岸田文雄聽到之後 立刻就轉身 又上台 花了3分鐘回答問題 其實各國的元首回答媒體 提問都是常態啊 包括那個前美國總統川普 每個月還辦兩場記者會 連他最討厭的CNN 他都會回答問題 對比我們的大小姐 曾經有745天沒有開記者會 這是天壤之別呀 G7廣島峰會閉幕記者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答完問題轉頭離開時 一名記者突然高呼 首相你想逃跑了嗎 岸田聽到這句話後 立刻轉頭 又在台上講了3分鐘 其實各國領袖 接受媒體採訪是常態 像是美國前總統川普 一年平均舉辦22次記者會 幾乎是每個月兩次的頻率 拜登一年平均也有10次 日本首相也是盡可能 每個月辦記者會 就算被問到尖銳問題 也都正面迎擊 新冠大流行期間 拜登聽到記者質疑 他拼上任百日1億人的接種計劃 顯然有點生氣 先停下動作 瞪大眼睛看了記者 但還是保持風度苦笑回應 相較蔡英文總統 曾經745天沒有開一場記者會 參拜白沙屯媽祖時 握手握很勤 但被記者提到關鍵問題 卻充耳不聞 明明記者喊得很大聲 大家都聽到 只有蔡總統聽不到 難怪藍軍要痛罵 或去說要傾聽人民的聲音 都是說假的 記者綜合報導 啊就 只剩下 六七個月嘛 就不演了啦 好好來看國際新聞了 俄羅斯的總理米蘇斯金 到中國大陸訪問 在今天也跟大陸國務院的 總理李強會談了 這個米蘇斯金表示 俄中正在協調努力加強合作 要落實習近平3月訪問俄羅斯的時候 達成的相關協議 大陸方面安排了軍理來迎接米蘇斯金 米蘇斯金表示 是俄中關係處在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兩國相互尊重彼此的利益 有意共同應對國際局勢的動盪 以及來自西方制裁的壓力 而這次米蘇斯金訪問 這個中國大陸也推動 以本國貨幣結算 試圖在西方制裁之下 尋求跟中國大陸有更廣泛的合作 另外關心的是這個俄武戰爭還在交火當中 反克里姆林宮的團體自由俄羅斯軍團 已經主動承認他們越過了邊境 對俄羅斯的別爾哥羅德發動了襲擊 而這個地區的州長宣稱 這起攻擊行動至少造成了8個人受傷 不過烏克蘭的官員否認烏克蘭是有參與的 說這次的襲擊完全是由俄羅斯的公民 自己所發動的 距離烏克蘭僅半個小時的車程 反克里姆林宮團體自由俄羅斯軍團 主動承認越過了邊境 對俄國比爾哥羅德發動襲擊 這一次的攻擊破壞了一棟行政大樓 樹洞的住宅以及一所幼兒園 至少有8個人受傷 但沒有平民死亡 勤務的叛軍還偷走了一輛裝甲運兵車 然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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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全球最痛苦國家排名 飽受戰火如令的烏克蘭位居第八 失業率來到了35% 約520萬人失業 更慘的是普天的清醒警告 如果西方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越來越強大的武器 只會增加核戰爆發的威脅 一旦俄國投下了核武器 將會帶來世界末日 記者做不到 好 剛剛提到這個馬娃颱風 現在正在侵襲關島 大家可以看到風強雨大 美國預測說這個馬娃的威力逼近了五級的颶風 應該是關島當地70年來最強的一個颱風 那美國總統拜登本來宣布這個關島進入緊急狀態的 那關島的總督也呼籲居民要趕快避難 所以在當地的街頭空蕩蕩好像鬼城一樣 強台馬娃直撲關島 當地已經出現強勁風勢 樹木被吹到搖搖晃晃 甚至有巨木已經被連根拔起 籃球架也被風吹倒 關島附近海域出現高達13公尺高的巨浪 海水拍打上岸快煙成小海嘯 當地的街頭空蕩蕩只聽了見風聲 民眾全關在家裡或躲進避難所 整座城市宛如鬼城 強台馬娃的颱風眼巨大清晰結構扎實 勢力範圍巨大 它被形容是超級怪獸風暴 威力相當於四級颶風 而四級颶風直接侵襲關島的情況 十分罕見 當地上一次遇到強烈颱風 已經是1976年 馬娃預計會持續發威 以近中心最大風速每小時 約257公里的速度侵襲關島 屆時威力將等同於五級颶風 關島總督呼籲民眾盡快尋求保護 強台馬娃有可能成為關島 自1960年代開始使用衛星觀測以來 最強烈的颱風之一 美國總統拜登也宣布 關島因為馬娃颱風進入緊急狀態 並且下令聯邦政府提供援助 記者綜合報導 好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馬娃颱風呢 本來是一個強台侵襲關島 但是因為他登入關島之後 結構受到破壞 所以他現在已經減弱 變成一個中度颱風了 但是還是有相當的風雨 所以他後續的路徑 大家還是要持續的來關心 接續來看到的是 這個知名的連鎖烏龍面 推出了外帶包裝 結果有人在碗底發現了活青蛙 而且青蛙還睜大的眼睛 看著這個吃的人 對此這個店家23號 在官網上緊急道歉 說懷疑是蔬菜加工廠沒有發現 才會導致青蛙跑到面裡面去 沒看錯沒眼花 網友吃完杯麵用筷子撥動杯底 怎麼會一坨綠油油在游泳 點睛一看竟然是一隻青蛙 而且還活著 被筷子一夾青蛙無辜的臉 瞪大眼睛與網友對看 半個身體還泡在湯汁裡游泳 網友當下快暈倒 台灣也吃得到的連鎖知名烏龍面品牌 日前才推出這款烏龍面 結合沙拉手搖杯 生鮮蔬菜佐醬料搭配麵條 吃起來清爽解膩 一杯390日元約88元台幣 噱頭是吃之前先搖一搖 沒想到新品剛推出 就鬧出青蛙事件 品牌緊急道歉 強調未來回家搶檢查 不過日本近來頻頻爆出奇奇怪怪食安問題 一名少年在超商惡搞直接用嘴巴接住 從機器擠出來的雙麒麟 整張嘴塞爆差點Hold不住 嘴巴幾乎碰到機器有夠噁心 而日本壽司狼今年初遭顧客惡搞 舔醬油瓶舔杯子 拿沾口水的手指碰壽司 逼得壽司狼宣布取消回轉改用平板點餐 但傳出回轉台即將在夏天重出江湖 回轉壽司終於能轉起來 但消費者也不免害怕類似的食安惡搞 再次重演 記者綜合報導